歡迎繼續收看《耀才財經台》 繼續我們職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郭Sir在為大家解答問題 可以給電話我們204-6566 亦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郭Sir的電話旁邊的邱小姐接通了 先跟他聊天 邱小姐你好 主持早晨 早晨 郭Sir早晨 早晨 我想問1919 我本身有貨的10元入了 我想問這隻股票 有沒有機會落到8.5元以下 麻煩你 其實三幾毫子反彎覆覆很難避免 因為事實上來說 現在大市處於不明朗當中 尤其是美股和A股的勢度都未斷定 9個月虧轉型賺了56億3900萬人民幣 即是說最壞的那一刻應該是過了 10元買了 沒有做一點封建管理 不要緊 其實早前我也是推介過 之後升了一層上到9.93 跟你買入價是很接近很接近 氣氛好 或者細頭漂亮 不要做一些風險本利 其實不要緊 最重要是基本因素 已經走出最壞的那一刻了 短期來說 8.83日一個月來的低位 現在比較尷尬了 技術上來說 有一點點試底的形態 一旦試穿了的話 真的有機會試試8.5至8.6 如果要買的話不妨等等 目前看看8.83的防守性具點會否有實 好不妨 優小姐應該解答了你的問題 謝謝 多謝你的電話 拜拜 另外電話旁邊 另一位家庭觀眾已經在這裡 你好 早安 你好 早安 我想問2.66 1.85加利氣氛兩隻股 看看哪隻股好一點 是 不如先看 2.66看看是甚麼價錢買的 OK 如果兩隻來說 我不知道你是買來炒還是買來做中線 如果炒的話 短線應該有吉利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中線少少拿的話 我覺得應該選2.66 當然不知道 業務已經是走出最壞的那一刻 剩下集裝商的前景 我自己看應該是逐步有所改善的 最重要是 美國的經濟 雖然3.2 會不會好得了 但始終不斷地量化寬鬆貨幣 對經濟是有幫助的 歐洲那邊 最壞情況應該暫時是過了 不過復蘇還有一些時間 但無論怎樣也好 衣食住行始終是民生所需 所以我自己覺得 集裝商最壞最不明朗的那一刻 已經是過了 如果不介意的話 其實這些價錢可以買的了 早前我推薦仍然是3.1億多 之後升上去3.6.8 再回落 很難得又升上去3.1億多的價錢 分著慢慢買 最重要是抱著一個中線少許的心態 不要想著今天買明天出 吉利暫時來說勢頭有些聲後帶遠的感覺 如果這個價錢就要留意4.3.3億 一個星期的低位 其實今週最低做的4.2.3 技術上已經失手了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是去到3.7至3.8 那麽要留下一點才好上車 好嗎 不要那麼急著 好啊 謝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 拜拜 郭Sir 很多封鑫彈來了 另外一個電話是陳小姐接通了的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早安 早安 我想問941我未入的 我想問指示和上網 OK 我先申報 我買了的 但是上個星期買的 都是比較貴一點 但是如果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實際上是分階段慢慢買 今早市跌至1.8至23點 941是到勝的 是逆市升的 勢頭已經逐漸轉強了 我始終認為 這一層的中期升浪 是不會就這樣見到頂 應該還有一層走上去 不過問題是 穿不穿頂 我暫時來說就看不到 因為美股的勢頭比較令人擔心 A股也處於不明朗當中 但是一天基金 暫時未做粉飾的話 應該勢頭仍然會再次高位 這些價錢可以買 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放下止蝕位 一個星期來的低位77.9 放下兩毫子 77.7 還會止蝕 現在這個價錢買的話 承擔風險相對有限 初步的阻力 暫時來說 當然仍然仍然在82元 坐的水平 可以分駐慢慢買 問題是有 應該也不會太大 陳小靖應該解答了你的問題 多謝你的電話 郭Sir 另外電話旁邊有一位 李小姐也接通了 李小姐你好 是 謝謝 我想問郭Sir 市場跌了這麼多 定資未呢 買得貨幣呢 勢頭仍然是比較反覆的 因為距離一個月的低位 1號的低位 23366點 不是差很遠 如果這個價錢不跌穿的話 理論上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暫時來說還是先低後高 我覺得市場應該是可以慢慢慢慢 重複轉定 不過香港的市場 去看就不是說難得那麼緊 最看不通的就是美國和A股的走勢 如果兩者來講能夠斷定的話 香港港股應該很快走上去 穿不穿頂呢 就要稍後再看得到 但這一刻暫時來說 最重要的是 A股要斷定 美股也要斷定 港股應該可以慢慢慢慢走出 一個正常調整的步伐 這一刻 暫時最大的支持 仍然還是 50天線 和23366點 如果短線的 就拿23366做止蝕位 中線的話就拿50天線做止蝕位 自己考慮清楚 李小姐要留意郭Sir的意見 另外電話旁邊就是關小姐接通了 關小姐你好 關小姐 你好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兩位 我想問這個友方1299 他是不是入了恆生指數成分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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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入恆子成分股 未入恆子成分股 但是就 MSCI已經入了 如果你想要買的話 其實這個價錢 作一個分絕吸納 風險就真的不太大 我申報了 我已經是持有的 如果是短線的話 上網空間是怎樣的 暫時來說 比較大的阻力 真的是24.6 也是上市之後的高位 當然第一個高位 應該是24元 坐在水平 看著24元 是24.6 如果是短炒的話 紫薩位 早約是22.95 太近了 放低少少 放低24.5 就是22.5 如果一旦跌穿了 就紫薩 如果擔心的話 但我自己覺得 應該可以中線持有 其實是可以的 我再說一次 是可以中線持有的 沒有問題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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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在做7毫7仙 今天來說 也有一個逆市升幅 升了1.3% 我自己覺得 終極業績 真的不是那麼好 大家也知道 但是 其實整個9月 到現在為止 公司都不斷回購 都是7毫多指 顯示了公司對這隻股份 在現價來說 那個防守性 或者投資策略 都是比較正面的 值得一提的 就是如果你想去買的話 沒問題 不過 有一個比較中線的心態 千萬不要要求自己 今天買 明天有錢拿 第一 二三線股 暫時的板塊氣候 都還是比較淡薄 當然有些 會走得比較急一點 但始終都是充滿投機成份 另外 工業股的板塊 固值暫時來說 都很難被提升 因為事實上來說 不只是威法 大部分工業股 分享到的市盈率 都可能是單位數字 有些是5倍 有些是6倍 有些是8倍 因為原材料價格上升 勞工成本也上升 等等都是儲不零朗因素 但是出口 或者外銷那邊 到底能不能夠有所改善呢 尤其是歐洲的債務盟危機 令到他們需要實施一些緊縮經濟的政策 美國零售的銷售 或者消費的意欲 暫時來說 都不是太過理想 都還是比較低迷的 所以出口股 或者一些工業股 暫時面對著 銷售又可能會受制 加上勞動成本也上升 原材料價格也提升 股價和表現 跟大市相比 有些是跟不上 不過基本因素 威法那邊是不差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介意少少的反復 其實這個價錢是可以買的 初步的阻力 暫時來說 技術上應該是7號1指 今天已經輕輕升破了 下一個阻力位是7號半指 如果成功突破 上網爆半指 可以少少買一些中線持有 沒有太大問題 不明白 那謝謝郭老師 和我們做了兩部分問答的環節 問回郭老師 剛才提及的所有顧問有沒有持有 我是持有 中儀和持有有幫的 不明白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 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歡迎你們給我們電話 休息一會 稍後見